好我们这边来看一下CPG对阵架的第一局上半场胡锦虫要搬掉了拥兵放出了先知机械师先知这两个点是开局的一个首要目标 刚才解说说这个阵容谁都可以抓呢 我是觉得不太可能 你谁都可以抓 抓剩下两个人都不太舒服的 还是要追着先知和机械师去找 找到以后看是最好最好是找这个先知 哎不错看见了好像看见了 看见的话那其实挺香的这边寄生硬补 然后看那个两性图的一个夹刀怎么夹 这里皮皮不会是想要来先打一刀吧 这个位置先打一刀比较难打好 这边板子下掉的话刚好破一个自动破板 拉过来这里看原生性图 走位跟跟跟先知先知这边有加速 放狗 有一说一这一波放狗其实不是特别的舒服 不是特别舒服 前面有一个祭司的洞 先知这边跟上去的话鸟应该差不多回来了 看一下这里有鸟的 这个鸟顶不下来顶不下来 顶鸟穿洞吗顶鸟穿洞也可以 也可以但是鸟鸟穿洞的话 是一个寄生直接跟过去了 而且这边开了技能以后可以寄生看一下 因为开了技能以后前方的位置在中场 这边可以立马过去给前方信徒补上 然后再带着原生信徒去找 这信徒不补吗 这个信徒可以补的呀 补一手管电机其实挺香的 皮皮这边还是追求一个击倒的节奏 看一下这边本体狗一放 原生带过来 咬住带走 但这样的话对于外面的一个电机的一个控场 其实是比较比较弱的了 而且这边先知还是一个满血 我觉得刚才这一手前锋这边的信徒要补的 这样的话这一局穷者的一个节奏大好啊 对吧你这打我一刀我继续牵制 你反正只抓先知 外面等于说是四台机在修 这个寄生的一个CD就是白白浪费了 偏向于一个求生者能保平 然后有机会争胜 而这边的女巫的话 大概率是往平均方向走 如果说能守住一个核心电机呢 有机会去争一个胜 这里还是吃了一个寄生刀 吃一个寄生刀的话 那就是死守这边船上面 前锋 这边捡了一个紫圈 我们看看皮皮这边怎么守吧 他需要有一波非常漂亮的防守啊 幸好这边有个地压室 这波漂亮的防守如果能打一个双导 我觉得皮皮能够去保平真胜 如果说打不了双导呢 大概率是一个 这边是祭司准备过来就 祭司先来就第一波 这里狗子先放 祭司一个洞下去 再上 这电梯耍狗 咬住了 好的 这边 还是咬住了 咬住的话 这个祭司好像不太好救啊 不太好救 前锋再来的话 那就是卡死了 卡死 电机最后一台 是这边二楼的电机 电机不太够 但是前锋有一个满球 如果说前锋发挥的好 也有机会啊 但是是需要其他队友 先把电机修完以后 再来补这边二楼的电机的 而且祭司的大洞可能还要再拉一个 这一波的一个救人 没有安排好的话 我觉得穷者这边还是蛮亏的 因为你卡半救一波 其实是有机会拉走以后 让祭司补二楼电机 是有机会去争一个 那个四人在场的开门战 那这波就不要了 不要先知 PP可以接受啊 PP前期的烈士其实蛮大的 不要这个先知 我觉得也不错 看见了祭司的娃没有 看见了 娃娃这边动一手 过来板子借一刀砸头 前方的电机马上能亮 机尔师电机也快能亮了 这边祭司再去二楼 二楼等着 信徒补给祭司的话 我们排一下地窖在哪里啊 排一下地窖在 电机其实是已经好的 地窖在海滩边 娃娃这边准备要跑过去天门吗 看一下穷者这边的一个开门战的安排啊 由于这边女巫还没有到二阶 所以说他其实控场的一个范围不是特别大的 落地能打吗 打了一刀信徒消了 电机亮不亮 还在等还在等还在等 电机点亮好 那祭司这边如果说死抓祭司的话 可以补信徒或者是切技能切个闪现什么的 但是前锋这边还有球还有薄命 咬咬住祭司 祭司手上面三个洞 原生性图拉过来 距离上面还有一点点 还有一点点远 这边想要利用这个洞来卡 一个反向洞穿回来 倒地 救不救呢 应该不会救了吧 虽然说有薄命有满球 但是这个位置不太好救啊 这个位置不太好救啊 走了走了走了 那最终打了一个平局 我觉得PP可以接受了 这个平局对于女巫来讲 前期这么大的劣势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而对于穷胜者来讲的话 其实蛮亏的 即使打到开门站 他们这边三个人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还是有机会能够去争一个三的 就是如果说祭司选择在船上面 因为地窖在海滩边 他一个洞打下去 有可能就可以直接跳地窖的队友 开完门走的话